每一次上課的影片 稍微再做一個重點回顧一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論壇裡面總共就是有7次 包含今天的話第8次上課 裡面內容的話大概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重點 請各位務必每一次講到的內容 一定要回去實做 因為像這樣的課程要學會 基本上比較重要的就是你要試著動手 去把整個過程做出來 你做完之後其實你大概就知道為什麼 其實也不用死背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你藉由做的過程當中 你理解每個函數VPA的使用方法 當然自然就記的起來 只是說有一些地方可能大家是第一次接 像比如說錶單設計 錶單設計部分的話難度是比較高一些 可是其實相當好用 延伸性其實還蠻大的 那也就是說你將來希望 你做一個自動化或者是一個 設計一個可以跟其他人 比如說你將來 你想要做一個Excel的檔案 裡面不是只有自己用 別人也可以用 比如說下拉清單 它可以自動怎麼樣 根據你經常會用到的選項 你不用自己重打 它下拉就自動產生需要的選項的話 那其實當然除了用那個 之前講的那種資料驗證之外 其實也可以用錶單設計 只是錶單設計呢 難度又比較高 OK 那當然 這個有時候說真的 你看一片就都把它記下來 其實倒也是有點困難 怎麼辦呢沒關係 上個禮拜其實都有影片錄下來 所以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 尤其是錶單設計難度比較高 不過你們也不用擔心啦 反正不外乎幾個重點動作 比如按右鍵 制定錶單 那錶單裡面呢 該怎麼樣放一些元件啊 或者是程式該寫在哪裡 基本上我都有把整個過程錄下來 所以回去的話呢 再把它重看過 那最後的話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那個錶單就跳出來 那寫在哪裡 記得喔 寫的位置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喔 可能剛好就漏到一個步驟 寫錯位置 那最後程式就跑不出來 經常有這種狀況 那怎麼辦 其實你就把影片看一下啦 對的方式就做一次就對就好了 你就不用在那邊改來改去 那另外的話呢 上個禮拜呢 我們又多講了一個叫問卷調查 如果你要做一些問卷 那調查結果當然 通常會用錶單 用那個什麼呢 對照錶的方式 比如說回來的資料 可能是編號 那可是問題我不是要顯示出編號 因為將來如果用樞紐分析表 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那勢必喔 你一定要把編號 或者是叫什麼 它的那個什麼ID 或者它的 反正呢 它就要把它查出來 你才有辦法做樞紐分析表 那其中的話呢 我們有用到兩個比較重要 一個叫定義名稱 一個叫Indirect 這兩個都非常重要喔 尤其是這個Indirect函數喔 那主要為什麼用定義名稱 因為你如果有名稱的話 以後的話根據那個名稱 那個名稱 剛好跟上面欄位名稱一樣 所以我們用Indirect 向右拉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動呢 去抓上面的欄位名稱 那欄位名稱 對應到的就是那個 什麼啦 那個定義的名稱範圍 就把那個資料給帶過來 剛好可以跟Viro函數 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只要做一個公式 向右向下全部完成 OK喔 所以這個其實 蠻方便的 只是說呢 你要對於這些東西 尤其像Viro函數 定義名稱 跟Indirect 一定要非常的熟悉啦 OK 然後另外的話 樞紐分析表 最後可以做視覺化的統計分析 那當然呢 你視覺化的統計分析 不是只能做單一個啦 你可以做大量的 如果你資料很多的時候 假設你以前 圖法鏈要慢慢慢慢做的話 其實都可以透過 像那個錄製聚集 或者VBA 其實可以 自動幫你繪製出來 甚至可以繪製出一個 像儀表版 像Dashboard 的一個結果 類似像Power BI的結果 其實在 Excel裡面也辦得到啦 只是說可能還是要配合像VBA 這樣的程式 幫我們可以完成 那最後呢 上個禮拜最後 是有講到一個什麼 講到這個 325 人是分欄這邊 這一題 所以呢 上個禮拜的那個 範例 可能還是要請各位 再把它打開 因為這一題我們其實還沒做完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的需求很簡單 其實就是什麼 把縱向的四欄 1234 有沒有 把它變成什麼 橫向四欄 所以這邊的話 橫向四欄 這個是橫向的 OK 然後呢 我們就是 把1234 變成1234之外 然後呢 再把什麼 前面的 冒號 包含 還有前面的這個名稱 把它去掉 所以呢 就可以把資料 帶過來 1234 變1234 然後換下一個 1234 然後也是 縱向 這個是直接 就縱向跑 直接往下 這個是橫向跑四個 乘上四個 那四個之後要換列 所以喔 還是很想跑 只是說呢 右邊這個部分呢 是 它必須跑四個之後 換到下一列 這個就沒有換列 或換藍的問題 它直接一直往下一列 這個要怎麼做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不外乎 我們第一個 先把資料帶過來 那裡面的話 先用什麼 用Column跟Row 所以Column 加3 Row-2 乘上4 得到的就是 它現在的 第幾列的訊息 那因為這個是第二列 我跟你講 這個應該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列 所以 1234 5678 OK 那其實喔 我們第一個是什麼 用了Column 先取得藍 用Row 取得 什麼呢 要不要加4的 4的倍數 比如說1234 下一個就加4的1倍 5678 下一個加4的2倍 90 11 12 OK 那這怎麼做呢 基本上上個禮拜有提到 Column 加Row 加Row 用Row來 決定要不要加6的倍數 所以你會發現 向右拉1234 向下拉的話 到 5678 意思類推 那就是這個公式 再來用Index 用Index 然後最後用Mid 就可以把結果給切出來了 請各位先試著把 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先打開來看一下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其實我們當然 是希望 下一個階段是希望說 函數好像 雖然已經很快 但問題如果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到最好是什麼 這邊可以加一個按鈕吧 按下去呢 自動幫你把資料倒過來 一個按鈕是清除好了 所以喔 待會請各位 把上個禮拜這個範例打開 然後把續著一拖拉加Ctrl鍵 改成叫VBA好了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需求 就是呢 我希望把剛剛看到的這個公式 那我不要用什麼 我不要用那個函數 我要用VBA 你想說那函數公式這麼冗長 如果用VBA有沒有佔一點便宜呢 有沒有比較簡單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那其實喔 那個邏輯跟 上個禮拜的這個 函數邏輯其實有點像 怎麼說呢 先複製一個 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先產生1234 5678 一直往下到32 那位置的話剛好是第二 應該到的話 應該居第九吧 這個範圍 那VBA怎麼寫 第二的話呢 再把資料帶過來 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呢 先把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重點回顧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接著來看 畫面呢 我先停止共用一下 試試看 先把那個範圍檔先打開吧